天下嚷嚷皆为力往 天下兮兮皆为力来 街头男男女女行色匆匆 为了几两岁迎奔波忙碌 即便如此辛劳还是有人过得困苦 没有半片可遮挡风雨的晚 这个世界所有东西都明满标价 包括人的青春 衣小 良知以及公益 警察天明看过人生百态 对这个社会失望的同时也自觉没有能力改变现状 无法践行警察职责 再加上一些个人原因 便辞职开了间酒吧维持生计 与此同时 罪恶在城市一角滋生 几个混混当街杀人 一地鲜血十分刺眼 事后他们无所顾忌地扬长而去 混混们是来自台湾的黑帮 为首的名叫黑头 他们受雇于一个富二代 这个社会钱当道 有钱就能买命 完成任务的黑头带着人找到律师佐治拿用金 佐治曾服务于富二代 替对方抹平了不少案子 他十分不赞成黑头他们直接杀人 但秀才遇到兵友里说不清 他只能按照富二代的意思 把用金和下一个目标的照片交给黑头 这个人就是小云 也是佐治的女友 其中有何内情我们继续往下看 此时小云正在一家酒吧买醉 不久前他差点被富二代侵犯 打伤对方后才逃出魔爪 也因此上了富二代的死亡名代 酒吧打烊后天明请小云离开 小云东倒西歪地出门找到自己的车 还没开出多远就差点撞到了天明 天明见状帮他叫了辆出租车 结果出租车却不肯拉醉鬼 路边便利店几个小混混不怀好意地朝这边看 天明无奈只能将小云带到了干妈花姐家暂且安置 后半夜花姐跑出租的儿子绍聪回到家 因为家里突然多了个人闹出乌龙 花姐解释一番后小云才知道是天明送自己回来 一日小云见到天明后向他道谢 准备开车时发现车钥匙不见了 天明和绍聪也帮着找了半天 无果后问小云有没有备用钥匙 小云支支吾吾地说备用钥匙在家里 似乎并不愿意回去拿 天明提醒他如果有事可以报警 小云联系了家里的保姆 希望他能把车钥匙和证件拿给自己 结果保姆刚挂断电话就被阻止发现 他当场开除保姆后还派人盯上了小云 小云无奈只能找到天明和绍聪帮忙 绍聪直接开了辆拖车过来 结果两人刚下车黑头就找上了门 二话不说就将小云拖走 再进后被乡驾车离开 绍聪急忙开着拖车追赶 并第一时间通知了天明 一番惊心动魄的追击后绍聪成功拦下了对方 黑头几人见状准备一不做二不休 干掉这个愣头青 就在绍聪命悬一线之际天明及时赶到 黑头剑又来一个找事的上前 就要和天明比划两招 天明的身手显然比绍聪要好 就在这时警笛声传来 黑头几人顾不得小云匆匆逃离了现场 小云确认安全后也选择了相反方向逃走 天明和绍聪被带回警局问话 警方了解情况后将案件暂时定性为公众持谢斗殴 与此同时 无功而返的黑头遭到富二代训斥 原来他要抓小云不只是出于报复 还因为他得知了自己的秘密 并阴差阳错拿走了富二代受贿的钱 黑头打算干完这一单就回家 领头的老哥却说干这一行的没有家 兄弟几个在一起就是家 另一边 富二代正在和大老板谈生意 佐治也在现场 富二代当众训斥他办事不力 如果不是因为他自己也不需要找台湾那帮混混 佐治自诩社会精英 但是在钱和全面钱也不得不忍气吞声 也正是他为了钱将女友小云送到了富二代床上 事到如今小云的处境越发凶险 天明和邵聪也遭到黑帮骚扰威胁 要求他们交出小云 躲在酒店的小云不知道该相信谁 他打电话给邵聪 希望他能帮自己把的车开出来 邵聪刚被砸了车 气急败坏地表示警察正在找他 小云闻言担心被泄露行踪便挂断了电话 邵聪找天明商量该怎么办 天明打算按小云的要求先帮他把车开过去 并当面问清楚究竟怎么回事 小云得知后万分感激 邵聪这个恋爱脑被一句感谢冲昏了头脑 完全忘了自己出租车被砸的事 天明和邵聪找人撬了车锁 殊不知车上被佐治装了定位 他们很快就被人盯上 天明也发现了身后的尾巴 他好歹当过警察 轻轻松松便甩掉了人 佐治通过定位向黑头几人传达车子的实时位置 但这帮外地人却没一个认识录的 也因此耽误了不少时间 天明和邵聪把车开到了小云所在的酒店停车场 小云让他们帮忙把后备箱里的箱子拿上来 天明十分谨慎 要求小云十分钟内自己下来拿 否则就到警局拿 小云无奈只能到停车场拿箱子 天明要求他打开箱子确认是不是毒品 没想到箱子里竟然是大量美金和黄金 小云拖着箱子准备离开 黑头一行人也赶了过来 天明和邵聪见状急忙拉着小云逃跑 三人被堵在楼道 黑头的人大厅广众之下挥舞着砍刀 赶来阻止的保安被砍伤 一些不明真相的路人也没有信念 一番激烈的拼杀后箱子被抢走 三人也顾不上箱子一路逃到了码头 机缘巧合下箱子又回到了他们手中 黑头这次出事不利 不仅没拿到箱子 连老大哥也领了盒饭 这起重大池泻伤人案很快被各大媒体报道 看到新闻的佐治只觉得事情好像越闹越大 该如何收场是个问题 逃出生天的三人因为钱的来路起了争执 这笔钱最后沉在了大海 小云说出了实情 钱是一个香港大老板的 他打算在澳门建赌场 富二代就是他要打通的关节 看来他不仅是个富二代还是个官二代 佐治是大老板聘用的律师 作为中间人拿着钱找到了富二代 除了这箱子钱 小云也是他送上的后领 明白事情的始末后 天明打算把钱捞出来 因为这箱钱是富二代和大老板行贿受贿的证据 钱拿回来后邵聪提议分赃跑路 反正这些钱都是黑钱 也没人知道钱在他们这儿 天明极力反对 拿了这些钱无异于引火烧身 邵聪却认为他已经不是警察了 何必这么固执 天明文言顿时来起 他之所以不做警察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邵聪 邵聪之前喜欢飙车 为此没少被请去喝茶 天明为了保他做了违背警察添职的事 后来因为愧疚主动辞了职 兄弟俩争执不休 邵聪一气之下跳水离开 回到家后被恭候多时的警察带走 与此同时 天明和小云找了家旅馆休息 小云还是惦记着那箱钱 趁天明不注意在他房间里找了一圈 没想到钱藏在沙发坐垫下面 天明觉得把这笔钱交给警察也无济于事 他们还是会要求两人交出小云 小云再次提出分钱 天明劝他不要再打这个主意 钱会交坏人 有些东西是自己的终究会事 不是的话拿了也没命想用 看到新闻的富二代觉得事情超出了掌控 他让黑头几人拿了钱离开香港 黑头却表示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 他要替死去的老个报仇 绍聪被带回警察局接受训问 但他并未说明箱子里究竟是什么 也没有交代小云在 这时天明打了个电话到警局 说明事情原委后表示 生命受到威胁无法亲自到警局备案 警方马上对天明下达了拘捕令 同时也不得不放走了绍聪 另一边 佐治已经有了新的女朋友 现有的证据也无法扳倒他和富二代 于是天明带着那箱钱找到了佐治 希望能换回小云的通行证 还表示这件事到此结束 佐治十分谨慎 他拿出一份投资协议书 以代理投资的名义收下了这笔钱 但是却没有履约撕掉了小云的通行证 天明离开后 佐治马上通知人跟上 与此同时巡逻的警察也发现了小云 两拨人马都盯上了天明和小云 小云发现后躲了起来并马上通知了天明 天明甩掉混混和警察后 在小云的接应下坐车逃离 此时绍聪和花姐正在回家的路上 两个警察不远不近地跟着 绍聪只是离开问句话的功夫 花姐就被挟持带上了车 绍聪再次被带回警局 但他仍是拒不合作 借口上厕所偷偷溜出了警局 绍聪给天明发去短信 三人在旅馆碰头 花姐被抓两人都心急如焚 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去把人救出来 兄弟俩抓了那帮混混的头头 逼问他花姐在哪 头头当初砸车闹事的时候有多嚣张 现在就有多索 但他也确实不知道人在哪 只交代自己的老板事总之 事情都是那帮台湾人搞出来的 晚上 天明和绍聪跟着小云来到佐治的住处 经过这些事兄弟俩发现 和流氓讲道理用拳头最奏效 在二人的武力威胁下打电话给黑头 花姐果然在黑头手上 他要求兄弟俩拿小云来交换 交换人质是一场硬仗 天明回警局拿自己的枪 结果被早有预料的前上司抓了个正者 天明表示现在抓自己还不是时候 还拿出一个定位监视器 不出意外应该是那箱钱的位置 就这样双方达成了共识 晚上 天明和绍聪来到交易地点 过程十分凶险 两人耍了点小聪明 最后成功救下了花姐 警方人马也随即赶到 一通火拼后 黑头见识不妙准备开溜 天明去车追赶 黑头和同火慌不择路 开着车冲向一辆公交 同火当场身亡 无辜路人也死伤不少 黑头下车后朝着天明连开树枪 可惜是个苗边大师 黑头的枪里没了子弹 他抽出匕首和天明扭打在一起 天明开枪射伤了黑头的腿和胳膊 还要在开枪时被绍聪拦下 警方人马赶到了现场 天明把枪踢到黑头脚边 并记得他拿起了枪 下一秒就被警察击毙 看来天明没打算让黑头活着 既然自己无法动手 就借用警察的手 与此同时 警方根据定位找到了富二代 并在他家搜出了 满满一柜子的钱和金条 以及装了定位器的那套钱 富二代和佐治相继伏法 但金钱社会不会因为 少一两个坏人而改变 肃清不振之风还任重道远 最后 任何解说都无法代替原片 好作品值得您完整提